我们这次美好成功和富有成果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基辅的最后一天 我们在这里待了大约一个月 这段时间非常美好 BioTax完全照顾了我们 最重要的是看看他们给我们的奇迹 我还要强调的是 我们非常感谢黛玉妈妈 她给了我们这个奇迹 我们与她保持联系 并计划继续这样做 我们非常幸福 这是她给我们的礼物 看看她给我们的礼物吧 我们女儿的出生日期和时间 她的体重和身长 并不是所有的待孕妈妈都这么体贴 这真的很感人 我们称住宅区索菲亚为婴儿的蜜月 没错 因为这里是那些真正想养育孩子的父母的理想环境 BioTax 从食物到这间美丽的公寓都照顾了我们 楼上有护士和医生 我们随时可以获得医疗帮助 每周有几次给我们送来食品 他们每三天打扫一次公寓 我们公寓里有洗衣机 他们还提供交通工具 我们还需要什么 你们自己都知道这一点 但我们想再次强调 我们尊敬你们 乌克兰人 我们非常感激并钦佩你们的力量勇气和善良 我们作为一对夫妇离开纽约 现在作为一个家庭回到纽约 我们还会再次回来 我们对马蒂娜的到来非常高兴 所以决定你们不能轻易摆脱我们 我们会有下一个 另一个小马蒂娜或马丁 我们打算继续与BioTax合作 为马蒂娜再添一个兄弟或姐妹 希望明年就能实现 我们正在努力 BioTax有一个很棒的社区 我们单独来到这里 遇到了许多处于相同情况的夫妻 来自不同的国家 从中国意大利德国阿根廷法国波兰瑞典 我自己来自阿根廷 朋友们顺便说一下 你们在那里很受欢迎 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那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 正是因为这个语言 我们克服了语言障碍 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喂养穿衣 以及生活方面的建议 我们来到这里时只是两个人 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美好的社区 和一个WhatsApp群组 我们将与这些人保持联系一辈子 感谢BioTax 我认为创建像索菲亚这样的住宅区 像一个孩子们的美丽郊区 是一种魔法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到 我们从未放弃拥有孩子的努力 多年来我们努力不放弃 我有一些有孩子的朋友 他们总是对我说同样的话来支持我 对你孩子的爱是一种你在拥有之前 永远不会理解的爱 现在我完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这是我们想提到的另一个方面 对于那些像我们一样 因不能拥有孩子而感到痛苦的人 你可能有和我们一样的故事和经历 成为父母的机会 不再由女性的生物中决定 也不再由年龄决定 你可以像我们一样成为老年父母 健康 因为我们保持健康 在我们的年龄也会保持健康 此外 BioTax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你可以在任何年龄成为父母 只要你以负责任和自觉的态度 对待这个问题 代孕这个术语中的一件事 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或令人害怕的事情 那就是文书工作 乌克兰的美国大使馆非常出色 绝对是最好的 一旦我们从BioTax 获得所有必要的文件 他们已经尽可能快地工作了 我们就立即去了大使馆 花了几天时间 我们进行了面试 几天后 他们打电话通知我们 一切都准备好了 第一次 我们是周一去的 到周四 我们就拿到了马蒂娜的护照 顺便说一句 它是紫色的 我觉得很可爱 每个大使馆和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获取文件也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代孕法律 我们强烈建议未来的父母 在来乌克兰之前 仔细了解他们国家的代孕法律 以避免误解 最坏的情况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办理手续 正如我们所知 乌克兰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因此 你不能从乌克兰飞回自己的国家 乌克兰人想出了很多方法让你回家 我们选择了最方便的方式 我们雇了一名司机 首先他会带我们去利沃夫 我们将在那里的一个美丽酒店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然后 第二天早上 我们将乘火车去华沙 从那里 我们有直飞纽约的航班 乌克兰的道路 就像美国或欧洲的美丽高速公路一样 快捷 舒适 因此 我们相信到利沃夫的路会舒适而多彩 我把马蒂娜从医院接出来 她的父母非常担心和紧张 她的小腿非常干燥和军烈 这让他们非常担心 但我们涂上了药膏 一切都好了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问题 总体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安静和乖巧的宝宝 我和她们已经一个月了 马蒂娜是个很棒的女孩 我认为她的父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将来 她会像现在一样 仍然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高文室 六高文室 ств吹employ 风景